为了协助台湾厂商开拓新兴市场商机 以及响应政府新南向政策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 宇章华县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 台湾机械工会联合组团到菲律宾 参加亚洲最具规模的2017年菲律宾国际食品展 并在展场设置了台湾馆 为期四天的菲律宾国际食品展 六百多家国际知名厂商共襄盛举 台湾业者也响应政府新南向政策 设立台湾馆踊跃参展 台湾馆开幕仪式有助飞代表林松焕 经济组组长王耀辉 台中市公测会副总干事魏嘉宏 彰化县公测会副总干事刘席会 台湾机械工会食品组造集人郭峰彪 及外贸协会驻马琳拉主任蓝柯明等人 共同剪彩林松焕勉励参展人员 把台湾美食带向国际 菲律宾是东协第二大国 人口超过一亿一百多万 商机无限 而且人口结构只有23岁 所以这里市场非常的庞大 特别菲律宾人喜欢美食 所以我们预祝这一次参展顺利成功 台湾馆内摆设特色产品 制作器械 还有来自台中及彰化的著名土产 让民众免费试吃 而台中市享有智慧机械之都的美名 更有丰富食品产业与传统高饼文化 因此希望能以中部崛起 领航台湾的愿景 打响城市品牌 张化现场商在食品研发上也突飞猛进 这次前进飞国参加食品业年度盛会 除了厂商卯足权力 行销彰化特色 公测会也邀请台商返乡投资 我们公测会的目的 就是要来菲律宾拓展商机 一方面也希望来菲律宾经营有成的台商 能够回到我们彰化来投资 东协国家自2010年开始 经济成长率都优于全球 消费及投资力道更高居东南亚之冠 政府新南向政策也要透过食的力量 逐步创造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台湾宏观电视 文永鑫 菲律宾巴塞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